被推翻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·加尼 在塔利班巴维首都喀布尔的时候逃离祖国 海湾国家阿联酋星期三证实 加尼目前正在当地避难 这位流亡总统星期三首次露面 否认出走时带走了大量现金 并宣称正在谈判以便返回阿富汗 加尼在脸书发布影片 坚称自己离开阿富汗是为了国家 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还说如果他留在阿富汗 喀布尔会发生流血事件 这位被指携带大量现金逃亡的阿富汗前总统 也强调自己是两手空空抵达阿联酋 离开阿富汗时只带走一套传统服饰 一件背心和一对凉鞋